在这个阶段,周总能够发挥媒体工作者专长 将餐厅的美味餐饮经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 好棒啊,宇辰 谢谢董事长,夫人,对我的栽培寇爱 也谢谢副董,姚总,对我工作上的协助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个位置上 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餐厅的每一位员工 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你们才是最重要的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跟大家一起 携手走进开创新局面的餐饮市场 好棒啊 董雨晨 你没有资格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怎么会是若鱼呢 他怎么来了 李若鱼 你凭什么这么说 很抱歉 我今天不得不来 因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大骗子当上总经理 今天 我必须要拆穿你赵雨晨的假面目 李若鱼 你胡说什么 雨晨 怎么了 好 是你 不 开车撞我的人 就是你 而那个见死不救的人 就是你赵雨晨 就是你赵雨晨 完了 妈 妈 雨晨 这是怎么回事 妈 他胡说八道 你怎么能相信他说的话 李若鱼 你被撑穿坏脑子了吧 居然跑到这里来许口喷人 他没有说谎 那天 就是你把我骗走的 还把我灌在阳台上 若鱼就是为了找我 才会跑出来的 全都是一派谎言 我怎么可能会干出那样的事情啊 再说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你 雨晨 那他们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冤枉你呢 奶奶 他们是看我不顺眼啊 有没有证据 这根本就是 恶意的栽赃 谁说我们没有证据 平安 妈 这枚钮 就是证据 而这枚钮的主人 就是你周雨晨 就是你周雨晨 怎么这样 一枚钮扣能证明什么 李若鱼 你简直太好笑了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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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钮扣不是他的 是我的 是我的 这枚钮扣 是我的车祸现场捡到的 不仅在车祸现场捡到这枚钮扣 据我所知 雨晨也有一件掉了这枚钮扣的外套 我已经恢复记忆了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 那天 你就是穿的那件衣服 好啊 原来这一切 都是你们母女俩干的 你们有没有人性啊 有没有人 再动手试试 试语圈女怎么样 这跟车祸有什么关系 你说啊 这一切都正名字就在现场 他就是那个见死不救的人 我当然要打他了 姐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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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霓 没人性 你还有人性吗 非我这么长时间对你的开导 你竟然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伤天害理 这是个误会 不要说了 没人性 王勇 这真的是一个误会 这是一个意外 我不是故意壮大 你真是一个人的 你不认识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疯了吗 是 你跟他们一样 才都疯了吗 是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要歇叶抬身 女生说没有就是没有 紫阳 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 不要下结论 就算是意外 也应该赶紧将人送医急救吧 最可恶的就是借死不救 这种没人性的事 只有你周宇春做得出来 夏平安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们报警了 我们报警了 我们真的报警了 我真的报警了 妈 你装了人 为什么不马上送医院 你怎么还可以肇事逃逸呀 你 你真是没有人性啊你 我倒是下运了 我现在还要拆穿 周宇春的第二个谎言 雨晴 这次的牛肉面大赛 是谁在牛肉面里动了手脚 你不是想要劲吗 你怎么打这球 你们先去门 我现在就去门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就去门 到大青了 我刚才会去门 多の酷 你真是 你是宇辰的亲妹了 你终究还是不忍心说出 是你姐姐脅迫大臣 在白象的牛肉面汤里动了手脚是吗 这次白象面馆之所以会输 是我动了手脚 不过我这么做是有人指使我的 指使我的人就是周宇辰 宇辰 我想听你说实话 爷爷 冤枉啊 他自己染上桃花节 他要跟我借钱 我不肯借给他 他居然使出这种苦肉计 他在帮我 是啊 李大臣要是赢了这场比赛 那白象面馆的生意就会很兴隆啊 这大把的钞票就要赚到手 他为什么要让自己失败 再让给你呢 对呀 而且你给我的二十万 现在银行都有记录 大家都可以去银行查的 李大臣 你太卑鄙了 你诬陷我 爹 你到了这个地步 别隐瞒了 咱们实话实说嘛 宇乔 你住口 宇乔 宇乔 你们都给我闭嘴 宇乔 刚才李大臣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们真的是用了这种方法 才让白象输了比赛是不是 你 于萧 有大人了 又大人了 又大人了 你又大人了 又大人了 宇乔 宇乔 我没有资格当总经理 妈 他们会说这些话 都是有他们自己的目的的 那你自己的亲妹妹呢 当然了 他现在嫁进李家 什么都顾着他的丈夫 他丈夫犯错了 就说李成章赖在我身上 他们全都是奢属一窝 他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周玉琛 你之所以能拥有现在的荣华富贵 是因为你从来都是一个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李成章赖 是你逼我把真相说出来的 他 周玉琛 他为了嫁给有钱人 什么都可以牺牲 平安是为了你才出了车祸 他牺牲了他的前途 可是你却毫不留情地 把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全部牺牲了 甚至还可以牺牲你肚子里的孩子 这什么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树狱 你是我贼 你是我贼 他疯了 把他掏出去 给我滚出去 你和子杨结婚以前 你害怕我说出去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平安的 所以你才跟我起了冲突 我们这么多年的游戏 你都不要了 你都不在乎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那天 就是你的新加坡的同学 吴文琦 你和平安的事 你狠气 你就把我拉走了 就是这样 对 我就是为了追他们 才追到了车祸现场 我看见了钟月车 我问他飞飞已在哪里 可是他却不告诉我 所以我才急得要把他和平安的事 说出来 可就在那个时候 我被车撞了 那就是为了 我想让我说出真相 所以 才尽死不救的吧 张雨晨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 李若玉他说的都是真的 对不对 我 子洋 我是因为太爱你了 我怕我说出来 你就不要我了 我是逼不得已 我才隐瞒过去的 子洋 你到底以为了我多少事 我没想到会爱上你这样的女人 原来你是一个卑鄙无耻 白沐虚荣 一切毒辣的女人 我瞎了眼 我竟然会爱上你这么一个可怕的女人 子洋 你看看我们相爱一场 你原谅我 我是真的爱你的 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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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回成命 散会 回去我再好好跟你算账 姐 雨晨 我们现在去怎么办呢 雨晨 周雨晨 许丽 请跟我们去一趟派出所 雨晨 你怎么办呢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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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吧 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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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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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